大家好,歡迎來到Tony Chan的頻道 我是Tony Chan 今集的歷史巴士路線系列 到最後那四條 不出途 免得很煩,不找 講一條永貴會見的巴士路線 城巴的61號 城巴61號是由淺水灣 開往中環街的廣場 你聽到,你都覺得 現在這個年代你聽到,你都覺得很非而所思的事 6號現在的相響分段就能做到 是的,的確是的 現在有相響分段的年代 其實這些線是不用存在的 但以前沒有相響分段的年代 其實是不是呢? 又不是的 以前那些九巴的鄉村路線都可以相響分段 為什麼又會突然間開了這樣的路線呢? 今天我們會跟大家說說這些路線 61號 開辦的年代 其實很早就已經有了 第一代 38年的時候 就開了6號A 然後 根據他的歷史 去到78年的時候 就改了做61 然後 這條線呢 我以前搭的年代 還是中巴的年代 其實根本上當然是廣場 那堆南區 那堆赤柱的那堆線 其實就說真的 你去淺水灣 司機會叫你隨便坐一格都可以 你坐哪格都無所謂 所以這些線 只要應付 有時候你夏天 或者是 是泳季的時候 就是 那個龐大的客量 那 其實你真是說真一句 你淺水灣那大有多少人口 我也想不到有多少人口 我也很難想得起 其實這條61 我沒有記錯 它的走線 其實跟6號是沒有分別的 它只不過是6號的短圖版 短圖版本 我沒有記錯 我希望有人跟證 6號 是有雙人分段的 不論是千禧那個年代也好 只是千禧前也好 我希望有人跟證 都是有雙人分段的 只不過是百達通證現金的問題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以前記得是有的 因為我以前曾經搭過淺水灣 我希望我的記憶是沒有錯的 那 回答6號是 在淺水灣是給5.3號的 我不知道 這個位置要查證 所以其實開這些線 只不過是應付龐大的客流 說實話 說實話 當年也有很多人走去赤柱 很大 你又不想那些人 在淺水灣 又少少下去 推來推去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就開了一條路 一來梳道 好像有些梳道的作用 這條線 對於巴士公司來說 就是用來分流的作用 當作是短棍 你也知道中巴的年代 很流行 特別線 或者是一些短圖線 或者是一些特別的路線 就很流行 要開一個新的編號出來 例如那些甚麼64 66 63 65 就是 這樣就有一個新的編號 就是一個新的編號 這些都是一些中巴的特色 這些都是一些很有趣的中巴特色 當然 去到城巴接手的時候 多謝大家看看 城巴是93年接手的 這條線 去到94年的時候 趁馬坑村 就開馬坑村落成了 就打算經過馬坑 就做了 那大的生意 但也沒用 你也知道不知為何 又跑去開64 66 我都不太明白 真的 那麼喜歡一川一線 這樣的感覺 叫甚麼 就是特別車的時候 是一些特別車就跑去馬坑 然後 我都不太明白 說真的一句 互相鬥 城巴接又打算拿一條線 拿去鬥 新巴又開64 66 真的 我都不明白 這麼小的地方 都可以這麼多條線 去鬥 那 對了 對了 那 最後 不用說 當 新城一加親的時候 這些線就變得很多餘了 以前是為了搶大家客 一加親之後 就沒有客人很搶 沒有客人很搶的時候 自然 你這些線簡直是負資產 負資產 自然就開始慢慢 說 在 應該看到的 在 應該從 006 007 008 已經慢慢所以 在 08 年 取消復元 這條線 出現 有甚麼 啟事呢 其實 是 很簡單,當巴士競爭時,互相競爭會出很多類似重疊線 對乘客來說當然是開心,最開心的是乘客 因為有競爭,巴士無論地區需求大雨少也不會按實際的情況 大家不斷在兩家或三家鬥搶 乘客是最得益的 但對於巴士公司來說,大家的感覺是看哪一間巴士公司受不了 當然對於路線規劃來說,這些競爭並不太理想 說真的,淺水灣和泥沖一大 其實有多大需求 當然,最後資源重組,亦都很正常 我經常都會建議這件事 容許競爭,但如果競爭輸了,其實應該要離場 而不應該大家在這裏雷鬥雷 這件事也是一個啟示 今集就講到這裡,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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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